第六百零九集 苍空云最大的仪仗 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奴仆 现在三个半零岛奴仆 都被张爷斩杀了 他瞪时失去了仪仗 被张爷一刀斩下了擂台 嘴角 鲜血狂喷 苍空云挑战失败 失去了一分几分 而张爷打败了苍空云 得到了苍空云的一分几分 这一分几分看起来不起眼 但到月底排名的时候 就知道他的珍贵了 张爷 你等着 苍空云被张爷打下擂台 又失去了三个宝贵的奴仆 当时脸色难看着惊 他匆匆地扔下了一句狠话 立即就飞身离开了 张爷着力擂台之上 冷冷喝道 还有谁想挑战的 通通上来吧 来到擂台下面观看战斗的青年强者 已经有上千人 但张爷刚刚打败了万宗流 又连续斩杀了三个半部领导强者 所有人都不敢朝张爷挑战 张兄连续击败强敌 好生霸气呀 一个雄魂的声音 猛然从天空中传来 随着声音 一个黑袍青年人 踏空而来 一步步地行到张爷的前方 此人正是摩抗天 见到这个黑袍青年 全场的青年强者 奇奇地叫出声来 摩抗天的威名 远远大于万宗流 在场的青年强者 几乎都认识他 摩抗天现身了 他肯定是挑战张爷的 这个摩抗天乃是一个战斗疯子 最喜欢战斗 张爷连续打败了万宗流 和仓矿云 摩抗天忍不住跑过来了 摩抗天的实力 远远超过万宗流 张爷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和摩抗天相比 只怕还要相差不少啊 这一战 张爷危险了 见到摩抗天出现 在场的青年强者 正是兴奋起来 纷纷议论着 无论是张爷 还是摩抗天 都是实力强横的高手 两人之间的战斗 绝对是精彩分成 所有的青年强者 都期待着 两人开战 张爷的目光 落到摩抗天的身上 缓缓地说道 好 到了月底 你也终于出现了 摩抗天 我们现在开始吧 摩抗天呵呵一笑 摆摆手 不 今天我不和你打 擂台下面的青年强者 都是微微一争 他们想不到 摩抗天居然改了性子 明明来到了擂台边了 都不开展 张爷微微一争 为何 摩抗天脸上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缓缓地说道 因为我看不透你 我没有把握 听到摩抗天的话 擂台下面的年轻强者 都感觉到非常意外 他们没有想到 张爷竟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了 连摩抗天 都没有把握战胜 张爷这时候哑然一笑 摩兄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就是一个真到九重后期的人 哪有什么地方看不透的 你的肉身力量和精神力量 丝毫不比半步灵道强着弱 而你体内修炼出来的力量 威力比灵气还要强大 最让我吃惊的是 你的刀法非常的强大 你这种快如闪电般的刀法 我没有把握接下来 所以 我这次暂时放弃 张爷微微一惊 她体内的天和正气 修炼到了真到九重后期 威力比天地灵气强大一点 这摩抗天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种眼光当真可怕 此人给张爷一种 深不可测的感觉 张爷深深地看了摩抗天一眼 飞身返回山峰 远远的摩抗天的声音传过来 张爷 我修炼的功法 要到下个月才大成 下个月底 我会向你挑战的 张爷返回到自己的洞峰 布置一下外面的阵法后 再次进入火灵界之中 火灵仍然在刻画着阵法 随着火灵的动作 一个又一个的阵法 出现在刀身内部 随着一个个阵法的出现 张爷发现 这柄刀变得越来越灵动 张爷平时碰到的刀都是死刀 而这柄刀居然拥有一种 无法说得清楚的灵性 它乃是一柄活着的刀 有一句话说 万物有灵 这柄刀 已经隐形有了灵魂 它是一柄灵气 张爷感觉到这柄刀的变化 对这柄刀 越来越期待了 火灵布置的阵法 越来越多 而越到后面 布置阵法 就越困难 张爷细细数了一下 火灵已经足足布置了 三十六个阵法 这柄刀如果炼制成功 就是六品灵气了 虽然有可能炼制出 一柄六品灵气来 但张爷的心里 没有一点的兴奋 因为 他发现 火灵现在越来越吃力 眼神中的光芒 都变得暗淡起来 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 张爷的心里 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正于让火灵放弃 可就在这时候 火灵的眼神猛然一闪 他竟然抱起 两团明亮的火焰 他猛然地张嘴一吐 一团炽热无比 又蕴含着一种 奇异气息的凤凰真火 落到了刀身之上 张爷差点尖叫出声 火灵喷出的 这一团凤凰真火 竟然是他的 本源力量 火灵的本源力量 用一点就少一点 先前为了培养 离火梧桐树 火灵已经喷出了 一口本源力量 现在 为了炼制这口刀 他竟然再一次 使用本源力量 张爷想让火灵放弃 当火灵炼制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他全部的心神 都投入到了炼气之中 张爷这时候阻止的话 恐怕会导致 不堪设想的后果 张爷只能强行地 保持平静 观看着炼气 火灵仗着一口 本源力量 重新支持了下来 他刻画阵法的速度 越来越快 而他的手法 也越来越精妙 张爷甚至感觉到 火灵这种手法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 灵气师的能力 即使是灵气师前来 看到火灵这种手法 也会得到极大的好处 张爷本来替火灵担心着 但他看到这种 精妙绝伦的手法 竟然不知不觉见 沉迷下去 细细地感悟着 每一个细节 随着火灵最后的一化 最后一个灵阵 终于不知完成了 长刀发出一声 龙吟般的庆鸣 刀身在虚空之中 嗡嗡地震动着 灵活地游走 就像是一条游走 在水里的鱼儿 长刀在虚空中游走 发出的丝丝伶俐刀气 把张爷的头发和眉毛 都割断了 这让张爷从感悟中 清醒过来 火灵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眼神变得暗淡起来 兴奋地叫道 终于成功了 主人 快快滴血 练换了他 看看他的威力如何 声音之中 竟然透露出一丝的虚弱 张爷叹出一口气 把数百块灵石 通通甩到了火灵身边 让火灵吸收天地灵气恢复 然后手掌朝着长刀抓去 这柄长刀感觉到 张爷出手 居然微微一动 在虚空中 划出了数十张 摆脱了张爷的控制 张爷的眼睛一亮 大手在虚空中一暗 虚空更是被张爷封锁 这柄刀很快就落入到了张爷的手里 张爷的手指一弹 一滴血滴到了刀身之上 引入到了刀身之中 以这滴血为引 张爷的精神力量涌入到了刀身之中 这时候张爷才发现 这柄刀里面竟然有着七十二个阵法 这乃是一柄 事所罕见的二品灵气 乃是蛮荒世界 刀到强者梦寐以求的灵气 张爷心头大振 他万万没想到 火灵第一次练气 竟然就练制出如此逆天的灵气 要知道 即使是零到五六重的强者 也不一定拥有一柄二品灵气 在火灵的提醒之下 张爷总算是回过山来 在长刀里刻下自己的精神烙印 炼化了这柄长刀 张爷虚空一刀斩出 体内的天和正气 经过刀身的重重阵法 演化成了一种锋利到极点的力量 这种力量竟然撕开了空间 让刀锋的边缘 出现了丝丝的空间裂缝 张爷眼中闪过一丝震撼之色 这火灵界中的空间 虽然不如蛮荒世界牢固 但却也是非常的坚韧 这柄刀轻轻松松 就把空间斩出了一个裂缝 这种威力 当真是可怕之计 火灵这时候黑黑一笑 说道 怎么样 我耗尽鲜血 炼制出来的刀 威力不错吧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我叫它为 穴刀 张爷轻浮尝道 好 以后 它的名字就叫穴刀了 叮 穴刀 发出了一声清明 张爷收起穴刀 打量了一下火灵 叹息道 火灵 你也太拼命了 为了一柄刀 损好自己的本源 不值得呀 火灵微微摇头 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异彩 凤凰一族的人 个个都会炼器 他们第一次炼器的时候 都会全力以赴 炼制出最好的兵器来 我得到了凤凰的传承 乃是从凤凰血液中诞生出来的 我第一次炼制的兵器 绝对不能差 张爷无语 火灵又缓缓地说道 随着实力的提升 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凤凰传承 现在越来越想返回 他凤凰一族去看看 我隐紧地感觉到 当初在火山上 流下血液的那只凤凰 他还没有死 我想要返回凤凰一族 找到他 张爷一争 随即微微点头 当初遗留下血液的那只凤凰 可以说是火灵的母亲 火灵回去找他 可以说很正常 火灵这时候又说 我自己乃是天地异类 独自行动 危险重重 所以 我只能拜托你了 带我到凤凰一族去看看 你的实力太低了 所以我特意炼制了这柄血刀 让你拥有一点保命的手段 顺利地带着我返回家去 张爷微微动容 他在这时候 突然想起了 那只陪他战斗过的猛马象 这只猛马象 他现在应该回到家了吧 不知道他成长起来了没有 不知道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 不知道猛马象一族 现在是否还兴盛地 生存在蛮荒大地上 张爷默默站了一阵 正宠地说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陪你返回凤凰一族的 张爷也无心修炼了 他离开火灵界 熟悉了一下血刀 血刀 乃是二品灵器 里面刻画着 七十二个灵阵 拥有着种种的妙用 比如 张爷可以把血刀融入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人刀合一 也可以用精神力量控制血刀 让它斩杀千里之外的敌人 再比如 血刀前端 有着一道无形的光芒 这道光芒 长 三长 无间不退 简直就是刀的延伸 近身战斗的时候 如果敌人被刀芒扫住 立即就要被断成两截 在这柄血刀的前面 第一阶的灵器 灵甲 统统都是浮育 根本抵挡不住 除了攻击之外 血刀的防御之力 也是非常厉害的 只需输入天河正气 催动刀里面的阵法 立即就可以形成一片血色的壁垒 这片血色的壁垒 看似柔弱 实际上 非常的坚固 张爷反复地试了一下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 即使领导一重强者出手 短时间内也休想攻破这层血色壁垒 血刀乃是一柄好刀 不过 它终究是二瓶灵器 对于张爷来说 就像是小孩子使用一个千金大锤 以张爷现在的实力 只能发挥出血刀的半成威力 并且只能斩出七刀 我现在的实力低下 如果拿出这柄血刀 只怕会引起一些灵道强者的电击 我需要重新打造一柄刀 作为平时使用 这柄血刀 就作为我的秘密武器 在生死存亡的时候 再拿出来好了 张爷微微沉吟一下后 准备重新打造一柄刀 张爷把自己的想法和火灵说了一下 火灵赞同道 这柄血刀乃是二片灵器 即使是灵道七八重的大能 只怕也会动心的 蛮横世界杀针夺宝的事情太常见了 你现在的实力太低 还是小心一点好 这样吧 你找一下材料 我再给你打造一柄刀 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依我现在的修为 我只需要一柄九品灵器就可以了 我看了你的炼器 有了一些心得 反复尝试之下 应该可以炼制出九品灵器来 你在旁边指点一下我就行了 火灵打造出血刀之后 已经元气大伤 需要调整一段时间 才能够恢复 所以张爷就不打算麻烦火灵出手了 张爷迅速地决定好材料 跑了一趟赤练风 赤练风 是一个练器之地 参赛的选手可以到赤练风 寻找自己中意的兵器 当然 需要自己出零食买 张爷在赤练风看了一圈 付了九十多块中品零食 买了一批炼制九品灵器的材料 然后付出二十块中品零食 买了一批制作半部灵器的材料 两样炼器材料加起来 堆成了一座小山 这批炼器材料 完全可以炼制出 三柄九品真器 和二十柄半灵器了 炼制灵器非常困难 张爷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所以多买了一些炼器材料 他准备先炼制半部灵器 等到有把握之后 再尝试炼制九品灵器 听众朋友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